感谢收看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 在今天加均指数中场已下跌64点左右 那这个盆市格局 我想我今天测标上面写得非常明确 我认为其实大概明天早盘 没有太多的低点大盘 很容易稍微震荡一下 就开始做一个多方向上的反击 不过今天成交量又降到只有700多亿元 已经连续7个交易日 在这个上下从7850到8000点 附近这个位阶连续150点 下幅盘整了7个交易日 那看到这样的成交量 投资朋友一定会觉得 混了8天左右 你再怎么样有耐心 大概你也心灰意人了啦 可是投资朋友刘老师的看法 跟大家不太一样 首先我们今天在下沙过程 低一个5分钟K 由于开超低盘的一个过程里面 这种盘式格局容易变化为 开盘8法的1.d的承接盘 来在刘老师的开盘8法的 隔日冲跟当日冲的应用 1.d的承接盘 文如何你找盘的时间点 你可能要再进行一个买进的动作了 那隔日冲的一个应用是 不论明天开高开低 大概就是几短波 明天就是有一个向上取高的动作 如果你担心的是明天盘式格局 好 刘老师会告诉大家 来救不啦 先安下心来 这盘式格局有机会 做一个向上坦深的动作 只不过如果量能潮 只剩下700多亿元这样 那电子强电子不跌 电子进入回升波了 大盘要杀 就补杀金融了 好 那 由于今天金融内股指数 指标创下新低 而且价位创下新低 但是这盘式格局 如果说还要振的话 明天金融股还会 会有一个短期的低点 向上振一下 好 因为指标新低 价位新低的位置点 通常不是低点 但是拜托大家 因为现在在金融指数的KD值 已经降到只剩下15的位阶了 那以控盘股再加上9月份 很可能福茂协议还要通过 再加上金融是控盘的一个地位 那我个人认为说 你不必期待金融股崩盘 而且终极的趋势 如果全球确立进入升息的向上循环 讨论朋友如果你有在追踪 美国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 你会发现即将再创下波段新高了 美国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大概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们说 接下来全球即将要进入一个 升息循环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内涵架构里面 其实欧洲股市有很多股市都已经创新高 道琼工业指数早就已经突破了5月23 8439的高点现阶段只是震荡回撤 我们台湾股市是委屈比别人落后的15%到10% 不是黄金10年吗 为什么还要委屈在这里呢 我认为完完全全是投资朋友信心不够 或者是你没有掌握到对的获利方程式 所以对于这盘市格局没有信心好不好 那我认为投资朋友除了跟大家预告 你错过了在上个礼拜 8月8号复兴节 刘老师跟大家预告的 白点中长红向上表态的这个机会 接下来两三个交易日 三天之内还会有一根白点以上的中长红K 那这一次你就千万不要再错过这个机会了 在这一波 白点中长红送给大家的复兴节礼物 这个过程里面宏大店拉开两根掌停板价差 台郡喷出三根掌停板创造下波乱新高 好错过前面这一波行情的投资朋友 这一次的机会你就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好不好 好在日线图的格局上面 价权指数今天的低点是在7850点 那他是有点点破了 刘老师画这根黑K 就是8月8号那根长黑K的低点7853 可是你可以看到日K第一个指标 到今天为止没有破低喔 那我认为这里是一个日K第一指标 强谈背离 强谈波段回升 补量就是速度非常快的向上架空行情 好那为什么会跌呢 我试着去解释今天盘式格局会下的借口理由 主要是美国股市因为这个FOMC很可能 好要升息一个状况喔 再加上韩国股市刚好又休假啦 那外资如果要变现提款的状况 只剩下台湾股市独自去面临外资的卖 那所以早上额外杀了一波喔 可是我认为控盘者做得非常好 首先他第一点5分钟9点5分钟开超低盘 额外进行一次洗盘的右空喔 把7850破了7853 完成60分钟的5让人家KD背离的一个动作 好这个是在开盘8把里面喔 1点低加量缩这个过程里面 人家逆加差三天就会看到白脸以上工厂红 更重要的是60分的指标完成了 来7850点破了这个低点破了这个低点 可是指标这里没有破这里没有破 这里更没有破这是二度的低档讲坛背离 所以你看到外资在这里去追空了 17000口的空单在这个相对转折的低点 好我们在今天找盘位置选择重压大买啦 我们会员朋友在起火选择前股票都是重压大买 我们为大盘只要顺势的能够拉出这个波段向上 把这个W的形态完成 好那最小就是额外还有这一波向上的一个分时组成段了 所以跟大家报告到说这个机会已经非常大了 首先开盘8把是右空盘 本来三天之内就会出现白脸以上中场 第二个是分时指标又完成了5让加KD背离的动作 更重要的是如果Apple加IC设计 好领头羊分别是鸿海加联发科 在重压百点的过程里面不动如山 动都不动你连灌压下来都灌不下来 好仅仅一小跌作收 那投资朋友鸿海跟联发科两者联动出来的供应链 占了台湾是多大的权重的比重 你自己去想想看 好如果这两档股票跌不下去 而且还有一个向上主身段 怎么可能还要向下沙凡西浪 好现在还是很多 我记得类似像那个7763点一个位置点 很多分析同业尤其是咬空的 告诉你说这个盘氏格局还要跌到7000点 6000点以下 还有人已经喊3955了耶 好问题是接下来苹果介入让他获得旺季怎么跌 好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只要好好的去善用 三天之内这根白脸中场红 好那这盘氏格局 嘎这个外资1万7000口空单 投资朋友不要气馁 盘也许在接下来几个交易亿成交量放不出来 可是只要先靠嘎外资的期货空单 这盘氏格局先把这盘氏格局W站上去 接下来就会复制6月25号 主生乱嘎空欲破到顶的行情好不好 那因此如果是开盘八法的承接盘 好那你当然找个盘要 在今天找盘的一个开盘点对不对 好如果7900点以下你认为有强称 这个盘氏格局顶多盘 你也应该在这里买对不对 如果开盘八法是3D加1D 确定了在前波大概也是千千八百五十点要买 那你还是要买对不对 多头拇指也出现在七千八百五十点对不对 5浪加KD背离两度背离对不对 好投资朋友还是提醒到你手上空空单 比较多的投资朋友 这里你补空速度要快一点 如果一根放量中长红 这一波就是类似这个7月份的期货从7663 一路嘎空600点即嘎向上波段 你会结算在717 好7月17号那个波段转折最高点 好不好 所以我认为 好好的先把这根中长红赚起来 好不论齐全 好不论是第三季的主流股好不好 好大盘料师就简单的做这样的一个交代跟解析 好第二点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跟大家报告到一个重点 好投资朋友 呃 我认为如果是一位投股老师 大概都 现在投资朋友担心的就是说 在过去三年五年里面 大家都经历过2008年的金融海啸 经历类似311的大地震 经历过9220 兔年赚到爆 好结果崩盘击杀了2611点 下杀到6609 好 刘老师早就已经提醒你 你要小心 好这一波全市场在9220喊说 要上12683 刘老师告诉你说这里是一个长空大二浪的波段起跌 至少跌2000点 好 可是真正杀到这个波段转折低点 为什么刘老师在这个位置点我认为 同志朋友你这里没有任何的理由应该去放空呢 同志朋友 不会有向下沙盘的吸浪了 接下来主身段嘎空一波到底 好如果航空的人认为有向下吸浪 理论上电子股理论上大盘从这个位置点还要跌10% 大概是700点左右 才会完成AC等浪长空吸浪 可是接下来苹果要即将拉货了 好这个底型如果W底型站上 是不是告诉我们说确认了苹果 开始进入拉货的一个旺季 好结果咧 昨天前天苹果大涨4%多% 结果昨天再涨了1.82% 大概已经站上这个497 将近占了500块了 这个W底的最小对增测浮 直接看580块 甚至于做更大的形态苹果应该 我其实在这个转折低点我就跟大家报告 当全市场在这个位置点来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分析师看到了 苹果开始去发行公司战 好那全市场的所有媒体分析 包含57 58台你认为这些非常专业的分析师 都告诉你说 这是苹果最失败的策略 好那怎么会把现金拿去还给股东 减资之外还发行公司战 可是我在这个位阶我却告诉你说 我认为这是非常苹果非常漂亮的位阶 甚至于苹果有机会靠着财务操作 这一次700块钱第五浪就绝对会过 因为第一个他为什么要把钱留在海外 因为你把钱汇回国内要缴税啊 第二个在历史最低利率的时间点去发行公司战 这不是再漂亮不过的一个策略吗 再加上进行减资你股本缩小你的EPS就会放大 怎么样看着苹果的一个财务操作 我们就认为应该有一个第五波回升 所以告诉你说红海70块你要拨断重压大买对不对 现在所有人开始喊红海了喊苹果概念股 好总之刘老师跟大家报告 那我认为苹果红海在台湾的供应链 这么大一串的股票 红海本身就是台湾市值第二大 这档股票如果有一个向上主升段 大盘这里不会有向下沙盘吸浪了 好不好问题是红海涨得比较慢 你要找到红海上游供应链股票 绝对会比红海多赚一倍以上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那按照我们规划 这个大型海W底型也已经完成了 那我认为越来越多证据告诉我们说 苹果就是第三季的一个主轴 那如果你已经错过台郡三跟涨停板的投资朋友 好这一档股票在大盘大跌百点过程里面 台郡第二今天已经逆势表态了 台郡第二今天还是大涨 台郡第二今天还是大涨 越来越多好的苹果相关供应链的概念股 这些比较新的股票 投资朋友你都不认识 那我会希望把这部局的权利保留给我的会员朋友 好不好 好那下半段回来 刘老师会帮大家关心跟照顾另外一档 大家最关心的股票 这两股票叫做2498的宏达电 那投资朋友 关于宏达电你要多空来回双向操作 好你资金也不能够全部放在宏达电 甚至于要适当的规划避险 好但是我认为八月份 刘老师宏达电愿意寒冬送暖 宏达电绝对有希望赚回来 好那只是你要想想看 这一次你愿不愿意帮助您自己 好把希望保留给自己 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好现在请小勞勒伯道尼 来帮HTC好做一个代言 我想在全球的知名度绝对会放大 好这是一个希望的一个点 第二个宏达电开始去发表中阶 多款的以Design命名系列的 好帮它HTC One Mini 现阶段就是想办法去切入中国 好这一个大幅度成长中阶成长的一个市场 我认为宏达电开始往正确的一个策略去做一个迈进 宏达电这一次在八月份也有反几个机会 只不过我认为 总之朋友有刘老师来帮大家掌握精确的价差 好会赚涨停板的速度比较快 好今天偷偷告诉大家我们宏达电 好已经降到十分之一左右一个资金 好两根涨停板我们先获利了结了 你错过了前面这两根涨停板的 我认为接下来几个交易日是第二次 可以再赚两根涨停板的机会 好那个看盘重点到底在哪里咧 休息一下往中之后 达老师去帮大家解释 想法在这六七年来看到哪里长到哪里 台中 高雄 新庄 半水 我们看到很清楚我们当时去投资林口 全世界机场边的城市发展都是那个当地增值弧度最大的 林口第一号宅国家一号圆 林口的未来是此日可待的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02-2578-3000-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生甜药妆 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生甜药妆 爸爸 儿派气密窗 专利复若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派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人打鼓也是代用 生甜药妆 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生甜药妆 好 回来我们现场 那投资面有其实刘老师认为说 呃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的股票 如果一档股票买卖讯号 你都照顾不来 好 那 请问会员朋友有多少资金可以买 好 你又要买3D列印 又买第三方支付 又要布局金融股 宏达店你要买 TPK你要布局 好 那 一个礼拜里面会出现3、5种题材 我都知道你有多少资金 可以买这么多的股票 如果一档宏达店 一档红海 一档联发科 一档友达的买卖讯号 你都做不出来 你为什么会认为你有办法去照顾 那个曾经上万档股票 好 所以我认为挑到几档 真正有体质 然后在这一个第三季主流 他有机会在题材带动之下 拉开一个明显向上波段的股票 好好去掌握这些股票就好了 这样子你就有机会 扎扎实实赚到钱好不好 所以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获利方程式 我们上半场的时间跟大家讲到了 这个是2317的鸿海 刘老师说这个形态如果让他站稳 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三尊头肩底刑 一过去 投资朋友这个有机会 我们就 这已经大概12 13% 将近两根涨 你本来价差了啦 那可是投资朋友 当五浪加KD背离的时候 刘老师怎么样告诉大家 我认为信件乱殖利率那么低 不如用定存来布局鸿海 70块钱啊 他只是缺乏挂单额外的利空消息 向下的一个洗盘啊 从6月21号70块钱到今天为止 投资朋友 刘老师帮你挑出来的股票 绝对都是刘老师的操盘团队 我自己精挑细选 我认为 就连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没有我们的指令的讯号 跟着我们经常操作 你都能够掌握到这些获利率加差 当然如果是我的会员朋友 我们会尽量额外再掌握 这样的一个买卖点 把它加差做得更漂亮 好不好 那你这样转回来速度会更快嘛 好那再举一档例子 好那这个是鸿海 我认为这个形态 如果三尊底型再突破 前面这一段就已经比定存多万10倍了 后面还有一波等幅的行情 有机会再赚10倍的定存 好那如果苹果相关供应链我们看好 好的 同志朋友 这张股票叫2409的友达 我们其实在10块7左右就 7月多就已经开始进场布局 好那我还是请我的会员朋友开始买 主要原因是说 它是Apple iPad mini的供应链 今年又触控面板爆发性的题材 今年又已经确认转亏为赢了 所以这张股票你可以看到说 今天在盘式格局大盘 在向下看测过程里面 同志朋友红海相对抗跌 另外一档千亿元股本左右的股票 叫2409友达 今天也强势表态了 好那我认为这个形态 如果让它这个低档区的 复合型三分头肩底型站上去 接下来就往静止走 绝对有嘎空一倍零一个实力 好只不过如果8块8能够反复 来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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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操作5月21全数出清 这里买回来 你已经一张有达赚两张有达了 好那全新的一档 苹果供应链概念股友达 提供给说观众朋友做参考 那这是6269的台郡 好那廖师认为说 今年已经看到营收大幅度的 爆发性的一个成长 那这一波行情里面 你可以看到你买硬板的股票 没有什么涨 可是台郡由于拥有 第一的一个竞争力 再加上它介入的题材是软板 那所以说今年公布应求 而且它还必须去额外加18亿到21亿元 一个新的一个资本支出 我认为有机会回到历史本益比区间 那15到17倍相对高位阶的一个位置点 比如投资朋友如果我们可以在108块钱 现在还原全息这个位置点 大概只剩下95块 那不是全水行为演讲就跟他报告了吗 好来我们再来追踪另外一档股票 现在就要2454的联发科 好今天时间非常有限 但是我认为呢 这个三尊头肩底行跟鸿海一样 只要站上去就是比定存多赚10倍的机会了 好刘老师警工所有投资朋友做成考 好来投资朋友再好的股票 你一定要有买有卖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获利方程式 你的获利方程式是什么呢 如果5浪KT背离再相对转折低档是买讯 如果5浪加KT背离类似像宏达电 好这个位置点是300块 你可以大概再怎么样差 你可以卖到280到290块 好那刘老师不是告诉大家 先大力光在宏达电吗 今天宏达电150元 今天大力光 我们前后节目的做空的 都是锁定刘老师的大力光在空啊 明天农券回补啊 有没有嘎空补债最高点 好 千万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做多 我觉得只是大家没有掌握到 怎么样做多 你先把做多的买卖点学好 你再跟着别人去考虑做空啦 这样也是断头一次喔 那接下来宏达电刘老师简单跟大家讲 那把它全数出清之后 到了8月2号再把它买回来不是很好吗 但是稍微注意一下 好宏达电 你错过两根涨停板了还有一次机会 好我们现在只剩下卖到只剩下十分之一 那因为已经重叠了153块钱这个高点 好这第一根涨停板的高点 好为什么这里要卖呢 这个大量的位置点 这边不是163吗 这里不是攻到163 这根K线也刚好163 你可以看到涨上去过高量价背离 跌下来增量今天反弹 那两个说量价仍然是空方 还要调整几个交易日 好 但是还有一次的买点 好虽然确认一与四段的重叠 但是只剩下你错过两根涨停板的 还有一次的机会 好不好 那我看到买讯来了 我一定会再想办法帮你把它买回来 好 那只不过再好的股票 你一定要掌握到好的买卖点 好 那当然有少数类似台郡这样的拨断式 联发哥这样拨断式的持股 我们会拨1 3 中长线做一个布局 好 那额外拨1半资金加减 来回做一个操作 可是有一些在8月份 你必须掌握做多时间 9月份有另外一波 不一样面貌行情要去面对的股票 我觉得由我来帮大家处理 你更能够精确地掌握买卖的价差 好不好 那认同刘老师理念的投资朋友 直接下询刘老师的服务人员 时间关系为大家服务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在看我吗 你在看我吗 你还在看我吗 用眼过度了 儿童越早近视 度数增加越快 美国儿科医学会建议 两岁以下儿童避免观看荧幕 大于两岁儿童 每日不超过一到两小时 增加户外活动 亲子共同预防近视 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关心您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8-3000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顾德投顾拥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资程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意 顾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资讯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德投顾 PMG国际团队 献给那壶最美的礼物 树的大阳台 水的空中花园 一户一提厅 一户双树院 女主人的空中花园 男主人的庭园书房 大华胡云 2785-0888 这里不只是物流公司 引进ICT建树 掌握服务时效 用科技整合物流金流 提供创新物流服务 这里用服务打造世界级书店 用科技让服务更迅速 每年吸引150万旅客 让服务业跨越国界 推动服务业科技化及国际化 做就对了 杀了一个我 还要去请问问的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